迅速赶到了现场 男孩被卡在了两堵墙之间 两墙墙缝宽20厘米 夹缝身约8米 小孩仅能露出一点头部 由于长时间被卡 加上头部有擦伤 小男孩不停地哭喊 为了保护小男孩不受到二次伤害 消防人员在距离男孩2米的位置 破拆墙体 几分钟后 墙体被凿出了一个直径 约为50厘米的洞 随后一名瘦小的消防人员 侧身挤进墙缝 帮助小孩走出墙缝 经过近20分钟的努力 小男孩被成功救出 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 监控画面显示 当天早上8点多 这名70多岁的老人 正在小区的永道上走路 此时一辆银色汽车 也正在老人身后倒车 不过银色汽车驾驶员 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车后有人 而是继续向后倒车 接着危险发生了 老人不幸被汽车撞倒 压在了车底 银色汽车驾驶员 也发现出了状况 赶紧下车查看并报警 然后向附近居民求助 看到老人被压在车下 有的居民急忙找来千斤顶 试图抬起轿车 但却没能成功 民警和消防队员赶到后 决定用人力抬车救人 周围的邻居很快围了上来 伸手帮忙 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 这辆重约一吨半的汽车终于被抬起 受伤的老人被顺利救了出来 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发现 女司机因为彻底变形 被卡在车内无法逃脱 幸好附近工地的工人 看到这一幕后赶到 抓住她的手 让她的头露出水面外 消防队员先是把绳索抛过去 让他们帮忙将绳索 系在女司机的腰间 防止她被湍急的水流冲走 造成意外 然后俩名消防队员 身上系着绳索 跳入水中 迅速沿上游水流方向 接近事故车辆 人进到窗户里面去 那绳子抓住 绳子都坐上来 进去 进去 进到箱里 磨腿 进去磨腿 再连腿 再连腿 先把腿抓到车里面来坐 看她脚又行了 摸上水了没有 把嘴慢慢舔开 对 好啊 对 对 好 好 人抓住 人抓住 再往上蹭一把 由于长时间在低温水中浸泡 女司机处于昏迷状态 消防人员将她脱拽到车顶后 利用躯体固定气囊 成功将她救助上岸 等候在现场的120急救人员 马上对女司机进行了救治 目前 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 事故原因还在 前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